2023年 芝加哥华林公野餐会 以2023年7月16号中午 在芝加哥百步的森林公园举行 这是野餐会的现场 嘉宾欢迎 单厅的野餐会 来自大战机极客家宾500多人 盛况超过芝加哥华林公园举行 和皮革尼克的这个屏幕 朋友许多乔社为芝加哥华林社区的 这种环节繁荣发展 为中美交流合作 大家就是默默的付出了许多 做出了很多周有成效的这种工作 也是得到了乔社大家共和的一种 所以我想我也是代表总领馆 当天的野餐会 创下了华林会历来野餐会的规模 人数最多参加的这个社团 最多来嘉宾最多 当天的野餐会 中国主持达克总领馆 赵金其冰浙村总领馆出席 各界桥社两会 客工庄等这个社团 也出席了野餐会 当天的野餐会 为这个 以内容颁奖一事 为芝加哥大专家区 是著名律師王志東、黃正東兩位律師 作為華林會的這個律師祖武 二十多年幫中聖成就兩個 來 拿到別人 給別人一點啊 當天的野餐會的表演節目也是豐富多彩 十部豐富多彩 有這個龍死表演以及文藝表演歌唱表演 這個五百多人在這個森林公園進行的 四個多小時的領餐還有成家 謝謝觀看白美衛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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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